元宝 将太妃送回宫去 不必 哀家自己回去 母妃 从今日起 你便禁足在凤仪宫 不得出宫半步 婉儿在持续高烧不退的三日后 血液止住了 烧得也不那么厉害了 庄先生宣布 婉儿脱离了危险 皇上松了一口气 元宝 可有闽康院的消息 皇上 娘娘她生病了 病得十分严重 那晚晚儿发烧 韩志来乾坤殿求见您 皇上 那晚我们都错了 她是来药太医的 因为娘娘也在那晚生病了 忽然就陷入了阴阙状态 你说什么 皇上忽然转身 疯了一般地向闽康院奔去 明宴 你不能有事 她在她的边上坐下来 拉着她的手 想要告诉她 她终于来了 去把庄先生叫来 对不起 明宴 是为父不好 遇到我 是你的劫 明宴 别生气了 好不好 为父答应你 以后无条件地信任你 支持你 我们发生分歧的时候 为父就听你的话 再也不准你伤心难过生气 好不好 你是不是怨为父 即日不归闽康院 明宴 为父也想回来 无时无刻不想回到你的身边来 母妃将万儿接到底宫 为父并不知情 她的用心为父其实早就有察觉 可是这几日过世繁忙 为父想着过几日便要送走万儿 却不曾想 就这么几日的时间 万儿也能捅出这么大的楼子来 她跑到闽康院来撒野 你让奴婢打她耳光 其实也算客气的 只是明宴 你不知道 万儿自幽便有凝血功能的障碍 她的身上是见不得血的 汗之打她虽然减轻 却也是打破了她的嘴角 为父这辈子 可以对任何伤害你的人 生杀掠夺 可是唯独万儿 为父做不到 因为她的爹娘都是因我而死 为父在那么夫妻临死前 信誓旦旦地跟他们保证 此生一定会照顾好万儿 不让他受去 一边是我挚爱的女人 一边全是赐予我性命 恩重如山的恩人 你让为父怎么办 怎么办 破碎的身影 带着无尽的悔 无尽的恨 还有无边的无奈 她的道歉 明夜她都听到了 可是她不知道该如何去原谅她 也许她没错 可是她却不愿意 白白受着追星之辱 她不想做那个 因男人而呼喜呼悲的灵霄花 天空的一家 她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